大家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5月最後一個交易 整體走勢都只是維持一個上落局面 雖然早前的時間,恆志一度跌穿過29,000點 落到最低28,909點 其後就開始由低位逐步反彈 整體上,整個市都維持在316點的波幅裏 不是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尤其是恆志整體的主要阻力 就是受到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還有4月份的頂部 29,405點都沒有辦法突破 整體的投資者還是比較偏向官網為主 還是繼續為止一個炒市的情況 不過今天來講,一眾科技股份的走勢 其實的確有出現了比較偏強的形態 而且也都見到,譬如好像 美團出來的業績 很多的大行都將他們的目標價 和投資評級下調 但是沒有影響到股價 反而是繼續上升的 都顯示著之前一輪的回調 的確已經是令到不少的投資者 在現在的時間 可能不收上其有的貨 不多底下 先行在這個時間上高 進行一些叫做買入 大動整個股價來講 是做好 以現在去看科技股份的走勢轉好的話 都有助行指在短期內 繼續站穩在高位 雖然現在來講 的確仍然都是受制過 保利加通道頂 又或者是29,400這個阻力關口 不過如果以現在去看 整個市要再進一步 是向上的確還是比較 匹乏力的 因為始終都看到 成交額配合不了 即使是有比較多的資金 是扭回到行指的成分股 但是相比起4月份的整體情況 現在還未恢復過 短期來講 繼續在保利加通道頂附近 是維持一個上落的局面 只要向上突破到 29,400 整個大市就會再接 出現一個 一浪高一浪高的形態 停出了 190 鳥 201 20 餘 202 20 20